受疫情考量 花蓮市立幼儿园取消举办一年一度毕业旅行 而是改为邀请专业的艺术工作室 为孩子们设计出一系列战斗营的活动 让小朋友们在毕业之前可以留下一段有趣的回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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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光复乡泰巴朗部落复根传统文化农作之一 红糯米到现在有10年了 面积也达到了70公顷 是全台湾最大的产区 而目前正值红糯米采收期 泰巴朗红糯米馆也推出了红糯米采收体验等系列活动 让体验游客可以更认识部落红糯米的农产文化 这一大片金黄色红糯米田区内 部落族人不为炙热艳阳 开心采收一把又一把的红糯米 享受丰收的喜悦 不只是夏天采收体验 光复乡泰巴朗部落红糯米采收季系列活动 也带领游客民众制作红糯米春卷 红糯米酒量及传统工艺DIY等等 让游客从身体无感官 深刻体验红糯米丰饶的传统文化知识 好辣 对好吃味道非常的好 然后有不一样的风味 对是很推荐大家来试看看 那你今天做的是什么 今天这个是他们的体验什么手卷 这个什么野菜手卷之类 有先吃下厨过吗 有啊有啊 他觉得这个对你来讲一块蛋糕 就是好玩好玩 红糯米是光复乡泰巴朗部落传统文化农作植物之一 相传是天神赐给祖先的礼物 因此部落族人仅在重要的记忆食用 或者招待贵客才能够食用 族人相当珍视红糯米 复耕至今十年 不仅是全台红糯米最大产区 族人也结合文化体验 创造红糯米产业的不佳价值 上面呢他有一定的地位 那因为我们希望后代呢 能够继续来尊容这一个这个稻穗 因为它是非常部落特有的东西 所以当然就里面 就这个当中呢 像刚刚我们有在在对话当中呢 有非常非常多他的语会 智慧精神在里面 那我们希望就这个文化的层面呢 继续让他保持下去 泰巴朗部落青年 从十年前积极布根至今 也有六到七十公顷的规模 但由于红糯米稻株平均约有150公分高 容易倒幅 种植采收都不易 因此产量不多 被誉为圣品的红糯米 部落族人视为珍宝 努力用心栽种宝玉 让部落传统文化农作物永续发展 记者时宇栏光复采访报道